大家好,最近跟我的朝鲜朋友学习了正宗的朝鲜辣白菜的做法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这里用的是两颗大白菜 白菜先一分二或者四分都可以 然后用盐把白菜的每个缝隙都涂抹均匀 放进大一点的盆里面 加入白菜一半的清水 这样腌制五个小时左右 如果白菜比较多的就要多腌制一个晚上 调味料的清单都打在了视频上 感兴趣的可以截毒保存 苹果和梨子都去皮洗干净切成小块 洋葱也切成块这样方便料理 苹果和梨都含有天然的糖分可以用来提味 这样做也更加的健康还格外的好吃 大碗中加100克粗辣椒粉和100克细辣椒粉 再倒入250毫升的沸水搅匀 这样可以使辣椒粉的颜色更深更加的有糯性 20克糯米粉用450毫升清水先化开 然后倒进锅中开小火加热搅匀成糯米糊糊 加热好后再倒进辣椒粉的碗中 把苹果和梨子还有洋葱还有姜蒜料理成碎末 料理好以后同样一起倒进辣椒粉的碗中 再调入三勺鱼露30克熟芝麻30克白糖 还有适量的盐搅拌均匀 这样腌料的部分就做好了 这个腌料除了做辣白菜还可以拌各种的拌菜 腌制好的白菜清洗干净 把水分挤干沥干这样在腌制的时候才不会溢出大量的水分 然后再用调好的腌料把白菜的每个缝隙都抹匀 一定要涂抹均匀哦 然后再放进保鲜盒或者大一点的容器里面放进冰箱存放 两天就可以吃了 腌白菜最大的特点就是脆辣酸甜 最好吃的方法就是用来煮腌白菜火锅 非常的简利下饭 腌白菜有朝鲜辣酱独特的味道 也有白菜本身的清脆 吃起来很爽口 喜欢的朋友可以用这个方法试试 我是橘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